嗨,Paris,怎麼樣? 那些助理是小春 都怎麼樣? 放進來 要做證明 上次都進去了 上次你們是記者分開 那些助理是有得進去的 我們現在的助理在那裡 我做直播就是給公眾看的 是區議會一向都沒有做直播 所以我的助理才要幫我做直播 給公眾人士去看到區議會發生什麼事 今天有傳媒在那裡 有傳媒在那裡不代表他們會做直播 我看到你一個助理已經在裡面了 在這裡設定了 她是不夠的 她是不夠的 我不知道怎麼夠 但是我們有一群的助理來了 其實在那裡 總之有多少人呢 我們這裡有限制 總之過了我的眼睛就等不住了 就是這麼多 之前我們一來預約 你就有10個就敷了 到底你什麼時候開始被人預約 又沒有說 現在那些助理就在這裡 我們就要進去就去開會 我已經是沒有了 就繼續 一共一個 但是其實 你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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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正在解釋清楚 為什麼我們現在要進去 就是要給公眾知道區議會發生什麼事 我相信這裡進來 在這裡想旁聽的觀眾 都是那些市民 都是想知道區議會發生什麼事 要是就安排一個地方讓他們看到 要是你就讓那些助理進去也做一個live 其實我看到你已經有助理在裡面 在做live 那些助理在裡面 他們會走的 你們一個換一個 好嗎 你根本就完全不理會了 因為 你根據什麼不可以再加 其實現在 安全的問題 其實現在看看有什麼安全問題 他們的傳媒 你需要手袋 不用 你覺得有什麼安全問題 你說 20個人 你覺得有什麼安全問題 對了 其實現在我們在講一個做區議會直播的live 是不是這樣都不行 隨時開始播 甚至乎 其實那個同事 他是會走的 傳媒是可以帶 現在就是助理 想進去做live 我不知道誰是你的助理 誰是公眾 他們可以過來 甚至乎你看我請了誰 這些全部都公開文件 公眾是完全可以進去 但是有名額限制 這個一直都是區議會的一些的區別 為什麼連助理都不可以進去 平時的助理是可以進去的 現在有人在裡面 現在已經做了live 平時都是他在這裡做 平時是他不代表他會一直一直都在 那我有其他助理的 我解釋他 一個換一個 好嗎 人數是有限制的 其實這次 為什麼你憑什麼去阻止他們 人數是有限制的 你拿出來在哪裡 50個 但是其實他們 你算不算助理 之前那些助理都有進去 之前都 fully occupied 上一次開會已經可以助理可以進去 為什麼這次無端端不行 我只是問你一個原因 我只是問為什麼 主席你可以告訴我 助理來說 有很多座位的時候 你就可以進去 助理是上一次 就算是 fully occupied 那些助理都可以進去 總之人數是這個限制 你無端端可以改這個規則 人數是 這個不是改的規則 任何時間 都是有這樣的座位的安排 只是這麼多人 上一次你已經沒有跟進 為什麼這一次 你無端端又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現在 你不關我的事 你發生的事情 理橫子曲 你今天就是理橫子曲 你根本就是理橫子曲 根本外面很多 很多的 你看到嗎? 很多的市民在等著想進去 為什麼你這樣 你看看外面有多少市民 是不是房間裝不下 是不是這樣也不可以讓你進去看 還有其實裡面 有我的助理在這裡 要幫忙 你是否刻意不讓我的助理進去 我不知道誰是你的助理 也不知道哪一個是公正人士 你可以看回名單 他們說是我助理 你說誰都可以 就是理橫子 不讓我助理進去 這個你自己去解釋 不關我的事 好嗎? 終於人數是有限制的 不過也是這樣 不是現在才跟你說